品牌打造 其实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就是创造价值 那我想说创造价值是有包括两个 第一个就是对外的 第二个是对内的 那对外的价值包括说 我希望我让客户了解到 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业产品 不是只有卖价格而已 我们还有帮他做到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他希望要的这个安全性 可靠性 然后希望能够长久合作 能够为客户创造其他的附加价值 那这个是我希望在这个品牌打造的过程当中 让客户了解的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希望能够跟客户做更紧密的配合 然后做长久的配合 那对内的部分 这个价值在于说我希望能够凝聚整个企业员工的共识 那让我们的员工更有凝聚力 知道说公司现在不是只有在做 冷冰冰的工业产品 那是在将我们的这个企业文化 跟我们的企业这个发展的一个故事 把它整个包起来 然后放在我们每个员工的心里面 然后让员工从内心 由内而发的去支持公司去做品牌 然后去提升公司的品牌力 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就是对内跟对外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第二代 那面对到我的那个父亲 父亲辈 那创业者 那我这个等于说是品牌再造 那在当初大概20年前 其实创业者他就已经做过品牌这件事情了 所以他现在看我在做品牌 他会认为说 我当初就已经做过了 为什么你现在还要再做 那你做的是有跟我有什么不一样吗 所以我就会把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重要性 再重新跟他讲一次 那让他知道说 我们现在面对到了又是不同的挑战 除了说是在这个企业过了40年之后 有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挑战 譬如说我们希望跟能够跟国际大厂去做 不是只有像他以前跟这个台商配合 然后我们还要再面对更多不一样的这个产品 去保护更高更高级的产品 那这个都是我们的挑战 那我希望说让那个创业者了解说 我们现在所做的跟他以前是不一样的 那是一个全新的品牌再造 那我想这过程当中面对到很多 两代中间的一个冲突对话 那最后还好都能够变成是两代的合作 我想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动力 这个收获就是在我们做了跟客户 还有就是对外跟对内 还有对于创业者的整个沟通 还有整个品牌再造之后 那最后得到了非常多人的认同 包括我们的客户 他认为说我们公司的品牌再造之后 整个变得焕然一新 那包括连我们公司的这个内部 因为我也做了很多内部提升竞争力的动作 那他会觉得说我们不是只有在做表面功夫而已 把我们内部的实力也整个提升起来 那对于这个内部的员工 他们认为说公司是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而且还把它做得还不错 那对于这个创业者来讲 就是上一代来讲说他也看到了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跟他以前做的事情又不一样 而且把它做得更好 那得到了就是的内部外部 而且上一代的认同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感谢您的朋友 请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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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